這一波的病毒跟疫情 是6月6號當天有祖孫從秘魯返台 那麼就回到屏東方山居家檢疫 只不過過了幾天 6月11號的時候就開始出現症狀了 那麼6月14號的時候通報採檢 好隔天阿嬤跟孫子都確診 而這也是大家在問的是 為什麼屏東縣府沒有聲音呢 而這反而是列為台中的病例呢 好像大家就在罵了 哎 你這個縣長怎麼一回事啊 好 當時怎麼了 當時這個潘孟安縣長 他就是不斷不斷的會在臉書發文 好 他先祝大家這個端午節快樂 之後又說呢 屏東連續7天都是加零 還說最新的防疫資訊爆離災 好 當時端午節的時候 他有發了這個文 只不過現在就發現說 6月11號就出現症狀了 6月14號通報採檢 隔天確診 那麼這個時候你還在那邊趕加零 講說加零 所以呢 很多網友就在罵說 縣長是不是應該要出面道歉 好 屏東縣派門就說 屏東的槍口應該要一致對準掃檔 好 甚至呢 還說什麼耍嘴炮的人啦 應該要閃一邊去 話說的很重 甚至還說呢 這個屏東的土地是不會長病毒的 屏東的天空也不會莫名其妙飄病毒 所以大家呢 應該要 好 這個槍口一致對外 我們的敵人是病毒而不是病人 只不過大家就在問說 奇怪 為什麼縣長呢 你不會掌握到最近的訊息 甚至他還嗆說 不要把屏東污名化 不過大家講問的是 這9天的空窗期 難道不會出現破口嗎 尤其是這名阿嬤 大家也知道嘛 他名是居家檢疫期間 他還戴著口罩出門到垃圾 還跟鄰居聊天 那麼現在屏東居民人人自圍 就有被匡列隔離者的兒子 PO文控訴 他說6月14號 秘魯的這個祖孫已經確診 但是縣長還在助人家 這個端午節快樂 還在臉書上發文說 連續七天佳麟 要慶祝一下很開心 所以他認為這個縣長啊 真的很失能 這個政府真的是很失職 應該要道歉 確診的問獎 足跡到過東港加油站 讓附近居民又更怕 你看我們這邊 像現在就比較恐慌 加油站出租的人口很多 出來的有的 要聽到說我們在外面 PTT就有被匡列隔離者的家屬 PO文爆料 說自己老爸就是問獎朋友 要求屏東縣府出來道歉 爸爸告訴他 十四號就知道縣內有兩個確診 還是從高風險的秘魯歸國 如果當時就積極篩檢疫調 是不是就能提早發現 結果縣長臉書十四號 還在慶祝連日佳麟 的確屏東這對罵孫六號回國 從臺州回屏東居家檢疫 十四號確診收治 結果潘莫安十四號臉書 還在PO 東武捷平安 屏東持續加零 但秘魯罵孫那時就確診 縣府被質疑從頭到尾都裝傻 居民透露秘魯罵孫 反臺是要處理喪事 沒想到成破口 還是印度變異株 屏東縣被罵翻 潘莫安臉書在PO文 請不要將屏東汙名化 還說嘴炮不會讓病毒消失 網路獵物毫無意義 把鍵盤的幽靈 像網路的柯欄一樣 不齒的螺子很多的 甚至蓋牌縮等等 潘莫安替自己教區 但意料中也查出秘魯阿嬤 檢疫期間拿垃圾出來 縣府罰不罰始終沒交代 這幾天發送物資 還是有居民口罩沒戴好 畢竟鄰居間串門子 導致Delta病毒進軍國境之難 已成不爭事實 記者屏東綜合報導 印度的Delta病毒真的很刁鑽 因為它是個變種病毒 目前已經入侵我們的本土了 那麼屏東縣方山鄉 這兩個村子 現在進入了準四級的規範模式 而今天起開始快篩 加上PCR檢測 陰性的村民就是可以施打疫苗 不過有人很擔心 這個疫苗可能會有副作用 但沒辦法還是得打 好不少人是硬著頭皮 跑去打疫苗 由於確認的小黃司機 他的太太是超商女店員 而其實呢 他說十連制總共有433人 目前呢 這400多人都已經收到警訊通知了 必須要做普篩 但就是因為這病毒啊 感染性傳染性都太強了 對於到底要不要封村 村民有兩極看法 大雨大雨一直下方山鄉 疫苗快打戰 大排巢籠來施打疫苗 有村民攜帶酒精噴漿 只要有人經過 都要噴一下 只要有人經過 好 好 還是會怕還是恐懼 會會 可是沒有煮也不行 印度Delta病毒入侵本土 屏東縣方山鄉 封港 善餘兩個村子 27到29號施打疫苗 分上下午兩時段 27號到貨一千兩百劑 PCR加快篩陰性村民優先施打並分流 今天應該有450幾位後 封港善餘兩村 篩檢444人快篩全陰性 PCR419人陰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 確診小黃司機太太 是封港超商店長 接觸人多 實聯制433人 全部簡訊通知篩檢 我姑姑跟她一起上班 然後她會篩一次陰性 曾經到超商消費村民立刻來篩檢 屏東縣政府也擴大範圍 方山鄉快篩站三天來 也篩檢913人 一人揚新後PCR轉陰 但感染源密魯罵孫 隔離期間出來倒垃圾 傳染給隔壁鄰居 讓當地居民劈劈刺 不用隔壁鄰居 八十年快來篩住 應該要封死 應該要走林六歲 很多他們都看著 有些沒有疫調 那有些沒有瘦臉 但是我們像柯蘭一樣 潘孟安說要做好疫調 不要像某些縣市 但沒指名道姓 印度Delta病種病毒入侵本土 封不封村 政治殘雜民生靠良下 都很為難 記者張特王書宏評論報導 好 來看最近收集 台灣輸出確診病例又再新增兩名 大陸廈門就有通報 說有兩名來自台灣的確診病例 其中一人在6月20號入境廈門 25號PCR檢測呈現陽性 廈門一週之內已經新增 來自台灣15例的確診案例了 截至目前累計31人 我們持續來看到Delta變種病毒株 多可怕 有可能當下真的是抓不出來 可能過幾天才會發現 因為現在就專家就說 Delta的傳播率 呈現率是比英國變種病毒株 還要再大增60% 這數字很高 而且如果您不幸得到了Delta變種病毒 住院率 可是比英國變種病毒再大增46% 這個病毒刁鑽的地方是 初級症狀就很像重感冒 就是會流鼻涕啦 咳嗽啦 偶爾會有一些輕微發燒 很像得到感冒 所以一般人可能得到了還不自知 還不自覺 只不過現在台灣的疫苗覆蓋率實在太低 只有7.9% 好走在路上前面找個人問 應該都是沒有打過疫苗的 好所以呢這個覆蓋率實在太低了 導致說專家也很擔心 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因為現在呢我們的疫苗已經很難買很難取得 施打率又這麼的低 好很多老人家也不敢打第一劑 好小朋友也無法打該怎麼辦 好這個醫師就跳出來 台大兒童醫院的院長黃立民就說 建議要完成兩劑施打 施打完以後還要再裁檢兩次 才會比較安全 另外一名呢是 林口長根的醫院副院長邱仲荀 他也說要推動入境全面大普篩 好在入境的時候先篩一次 採檢期滿之後再篩一次 也希望大家趕緊接種疫苗 不過大家都說很想接種啊 只不過疫苗在哪裡了 我們沒有看到 好看到了這個變種病毒 比英國的Alpha Bill變種病毒 還要可怕 傳播力又更高 就傳言說只要稍微站的比較近 有可能就會受感染 而且這樣子的病毒呢 很可怕的是 在這種病毒面前下降到 只剩下三成 那麼醫師就做出解釋了 其實還是老話一句 口罩要戴好 手不要亂摸 請洗手 英國變異株的病毒 那他號稱也是 傳染力比較強 R子比較高 可是我們用三級防疫 還是讓他R子小於1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說 我們的疫情下降 所以對於印度的那個 變異株 即使他的傳染力比較強 但是我們如果做好 懷疑的話 還是可以把R子壓到1以下 沒有完全防護的情形之下 一個病毒要用疫苗來控制 他的疫情的話 數學模式的推估是 百分之60到70之間 那如果R子越大 就是一個人傳染的人數越多的話 我們需要的疫苗覆蓋率就要比較高 如果是再加上那個 防疫的做法 包括一些關閉餐廳 這些做法的話 他會使R子下降 防疫跟那個疫苗 兩個都會使那個R子下降 所以在目前世界各國的國家看到的 現象是疫苗覆蓋率百分之二三十 就可以看到那個 疫情明顯下降 主要是他還加上一些 防疫措施的一個關係 那個飛沫傳染 畢竟他是有一定的重力 在一定的範圍會掉下來 所以他的傳染範圍不會更大 只是說他可能比較少的病毒 會讓你發病而已 如果你能夠戴口罩 洗手不要摸眼鼻口 讓病毒都沒有進入你的呼吸道的機會的話 不管他的傳染力多少 你都不會得到感染 那有一些病毒呢 他的那個 疫苗所引起的抗體 他對於那個 南非豬的保護力 就是會下降到百分之二三十左右 下降的程度非常大 但是他在臨床上的保護效率 只是下降10到20% 並不是下降到20到30% 他的病毒如果能夠逃脫我們的 免疫系統的話 通常他的保護效率會下降 百分之10到20左右 可是因為這個疫苗 對於重症跟死亡的保護效果比較高 所以通常他們對於要需要住院 或者是重症或者是死亡的一個保護力 各種疫苗對於變異株 還能夠發揮八九成以上的一個保護效果 我想如果你已經有了免疫力 不管你是自然感染的 或者是你打疫苗的 再次感染的時候 症狀變成打噴嚏的話 表示這個病毒對你的影響可能感冒化 因為我們所謂的感冒就是上呼吸道感染 彼此的症狀會比較明顯 那一開始的武漢病毒 他主要就是下呼吸道感染 肺炎為主 如果你看到一個人 他主要是打噴嚏的話 表示說他的疾病可能是輕症化的 這反而是比較不用擔心的事情 他每天進出將近是1萬人 現在的機場可能路徑都沒有這麼多人 我覺得那個量不是說到整個CDC指揮中心 沒辦法呼和的一個階段 而且這個時候說真的 這個Data病毒 我早上 我常常都會有那個醫院的教授 傳一些資訊給我 他說其實這個Data病毒 我再稍微介紹一下 他說英國的有一個教授叫做 蒂姆斯佩克特教授 他從5月之後 就發現這個印度的Data病毒非常的兇猛 所以他就開始研究這個印度豬 這個部分 他說後來發現這些確診的民眾 他們的症狀 首要症狀是頭痛 再來就喉嚨痛 流鼻涕跟發燒 他說像之前的新冠 病毒的 常常會看到說什麼咳嗽 或者是嗅覺 喪失這個 在這一在這一波的印度豬 這一個病的那個 病毒豬裡面 很少很少聽到也很少看到 所以他可能就是一個不一樣的一個症狀 所以大概也是希望就是說 還是呼籲我們的政府 因為現在目前入境的 的人還不算是那麼的多 我覺得像北龍每天1萬多人 而且他好像下來 他現在所有的攤商來都跟我們講說 要拿三天的PCR 銀行才能夠進去財市場 他說基本上我變成 兩三天就要來一次 三天就要來一次 我昨天碰到一個剛好認識的那個攤商 他跟我說 我已經來塞一個三遍了 就是說他每隔 每隔一個禮拜都會來塞 然後現在又規定要三天 要拿到一個銀行 基本上他就變成說 他如果要進菜市場 去賣菜或是去做交易 他就變成說 他要三天就要來做一次的篩檢 所以這樣子的量 其實北龍都可以 這邊都可以負荷 我相信機場是應該是可以負荷 所以我不曉得他到底在想什麼